公平會的回應合併有可能有壟斷獨佔之嫌 但是並沒有違反公平法 但是不表示說這個結合案就不會通過 如果沒有辦法捍衛國人同胞消費者的權益 那這樣的結合不該讓他通過 否則要你公平會幹什麼 其實早在今年三月 德國的經濟週刊 就有發布一則新聞 說他們 Fu Panda在台灣的事業體 那麼因為各種營運 收益 賠損的問題 所以他們打算賣出在台灣的事業體 Fu Panda 外送的事業體 那麼今年三月就已經發布 但是我們的公平會都遲遲沒有任何因應的動作 來回應很可能會達成的這個 UberEat跟Fu Panda在台灣事業體的合併 那這一個結合很可能會深深的影響到 我們國內使用外送平台的國人同胞消費者們 也會影響到外送平台的工作同仁 甚至也會影響到外送平台所結合的餐飲業者 這些對我們國內會造成我們庶民經濟不小的衝擊 但是我們遲遲都沒有看到公平會有任何一個合理的對應 預備措施沒有做 那昨天下班前這個結合案 UberEat要併購Fu Panda台灣的事業體這個結合案 昨天下午下班前已經送進公平會來做審查 那昨天公平會的回應 竟然是說這個合併有可能有壟斷獨佔之嫌 但是並沒有違反公平法 那但是不表示說這個結合案就不會通過 我認為公平會沒有預先防範再先 而在昨天的對這個案子結合案的公開回答 竟然是有如外交部一樣這種外交辭令 所以我今天早上馬上要求公平會到立法院來 我跟他們要求我跟公平會提醒兩件事 第一件你是公平會你不是外交部 第二點如果沒有辦法捍衛我們國人同胞消費者的權益 工作同仁的權益跟餐飲業的權益的話 那這樣的結合不該讓他通過 否則要你公平會幹什麼 要你公平會幹什麼 公平會時到現在才開始說好吧 那要網聽我們社會各界的意見 他們現在回去才打算開始做公聽會 那來聽取我們社會各界對UberEat Fu Panda這個結合案的意見 其實UberEat跟Fu Panda這個事業體的結合 其實在這兩家他們的市占率已經將近九成了 在我們國內的消費市場前兩名外送平台的選擇 Fu Panda高達高達78% 兩個合起來他們的市占率將近九成 而公平會的定義就是說市占率達到八成以上 那就有壟斷獨佔的情形發生啦 那當然公平會對這樣子的結合就也必須很審慎的 以公平法的一些規範來嚴格來審查才對 所以我也呼籲公平會不但要嚴格的審查 公正的審查 而且他們應該要廣聽我們國內同胞 我們消費者的意見 而且也要保障這兩個外送平台如果因為結合 而去影響到外送平台服務員他們的工資 他們的福利他們的工時以及會產生影響的 這兩家外送平台所結合的餐飲業者 是不是他們的權益也會因為這個結合之後 市場更大的壟斷獨佔以後 對餐飲業者他們的條件也會有更大的限制 也就是說公平會必須廣聽各界的意見 第一點是不是會因為這樣子的結合 市場更壟斷更獨佔之後 他們來對消費者手續費的收取會提高 影響我們消費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權益 其次對於被併購的Foodpanda 他的服務人員他們的受購權以及他們的薪資福利 很可能會在併購之後受到很大的影響 甚至還併購者UberEat本身的外送服務人員的權益 也很可能會受到變動 因為他們更龐大啦 他們可以對人力的使用 他們可以更因為事業體的壟斷 會用更科的條件來對待他們要聘雇的外送人力 那至於外送的食物配合的餐飲業者 也會被提高這個佣金的抽取 那這都會影響所有的這些結論 最終最受影響的 將會是我們國人大眾我們使用的消費者 那麼各項的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國人同胞已經高達71%使用外送平台 而這當中每一年啊 會員的成長率都5%以上 而且有高達六成的使用民眾 平均他每一單的消費在300元以上 所以這個數字 統計之後 那我們各界我們社會各界才深深感覺到哇這個太可怕 這讓最大的這兩家 外送服務平台 他們如果沒有經過我們政府相關單位 像公平會很嚴格的審查的話 沒有經過勞動部對於服務人力 他們的薪資福利公司參與意見的話 很可能這個結合是會產生很巨大的 對我們基層 我們民生消費很大的影響跟傷害 所以我也要求公平會 那麼不但要依法公平的審查以外 如果這樣子的結合 有違背相關公平法的規定的話 我也要求公平會應該依公平法第39條 禁止結合或者強制要求他們分色事業 分散營業 甚至如果他們硬是不聽我們社會各界跟公平會的才識的話 甚至進一步可以強制要求他們轉讓股權 處分部分或者全部的股權或者依法罰款 公平法第39條可以罰款20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 這筆罰款不可謂不大 那我希望公平會也要善用我們公平法的這些武器 來對這兩家最大的外送平台 對於他們的結合我們應該做很謹慎的審查 那麼也希望他們要要求相關部會也要提供這些相關配套 這是我今天一大早我就要求公平會要來做出說明的部分 我再一次強調公平會昨天的答覆 完全是外交部的口吻 完全是外交辭令 憑什麼在還沒有受理案件的時候 就說這個其實很可能沒有違反公平法 說這個很可能不會禁止他們結合 這些都是預測之詞 那預測的這種外交辭令大可不必 反而在德國三月份有報導的時候 那公平會就應該 得到這樣的訊息 就應該預先做一些了解 還有我們防範的一些措施 比方說我們可以詢問這兩家事業的母體公司啊 透過他們在台灣的公司可以了解這件事情的實際情況 以及進展的現狀 他們都竟然沒有 然後我們預做一些比方說公聽會 那既然人家都已經簽約了 已經實際著手進行了 那我們也應該透過國內各部會的努力 把相關勞動法規 把相關對於餐飲業的保護要求 把相關對於消費者要收取的手續費 所以這些部分我們不但可以要求相關部會 來提供法令解釋 也可以透過公聽會 來聽取我們社會消費大眾 跟服務人力跟餐飲業者 他們大家共同的聲音跟意見 應該這樣才對嘛 結果公平會捨此正途而不救 公平會慢半拍 三月份德國經濟週刊都寫的大辣辣寫這麼清楚 然後三月就簽了約 到現在 昨天把案子送進公平會 公平會才正視這個問題 總算豁然開朗有這件事情 所以公平會是慢半拍啦 慢半拍的公平會 我希望他能夠醒起來 能夠驚覺這件事情 對我們國內我們一般民眾 生斗小明我們日常生活的重大影響 我再一次強調 這個對消費者 如果因為福潘大跟UberE結合之後 他們的壟斷獨佔 他們對我們消費者的手續費來提高 他們對兩家外送人力的薪資福利工時 去做更嚴格的限縮的時候 那這都影響到服務平台人力 他們的權益 以及相對的也會影響到的 這些餐飲業者他們提供的食物 飲料 那這些是不是也會被這兩家 近乎壟斷獨佔的事業體 對他們也有所需所 所以這些我認為希望 我希望公平會要拿出他們的決斷力 他們應該積極面對這個送進來的案子 那這個結合案其實因為公平會 我們本身在所有法規裡面 都有時程的限制 如果這個結合案結合的兩家公司 送進來的結合案審查時間 在所有文件補齊之後 要90天內就必須完成審查 那我相信以這兩家母體公司 富般益的荷蘭 富般大德國 兩家母體公司早在三月份 就達成協議 那以他們公司的效率 我相信他們送進來的文件 大概不用什麼補件 搞不好現在就已經齊備了 那如果公平會審查 出審以後已經齊備的文件 我們等於啊 90天內 三個月很短 你就必須做出決定 那這個決定將會影響到 我們數以百萬計的 我們國內的消費者 以及我們服務的人力 參與的餐飲業者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響太大了 那麼這麼短的時間內 公平會才要趕快來面對 要把這個資訊 告訴我們全體國人大眾 而且要趕快來舉辦公聽會 聽取各方的意見 我想這些時間都蠻急促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別要求公平會 我特別要求他 應該立刻今天回去 趕快就把這個整個 我們要審的這個流程 聽取各方意見 聽取相關部會 他們的意見這些部分 現在就要趕快展開 否則為時已晚會來不及 那我也希望他們如果做出這個決定 是要不禁止 那要不我們只好就強制他們 我們做一些包括股份 包括罰金的組織 那這些公平會都要快速了 我今天對他們的要求很明確 所以我對他們的譴責就是說 公平會 你就是公平會 你不是外交部 你不用講那麼多外交辭令 那你要很嚴格的來審查這個結合案 否則要你公平會幹什麼 不是嗎 那要不然要你公平會幹什麼 好 謝謝 委員不好意思問一下實事 柯文哲最近他要對這個三大案 正面宣戰然後他依序錄了影片 他昨天說台志光這個案子他是檢舉人 但他現在要遭到調查 他覺得非常可笑 可笑的是誰 柯文哲確實是台志光這個案子 他確實是他檢舉 可是相對 他也是編列預算的人啊 他忘了嗎 這就是我講的 先前我講的 柯文哲確實 台志光這個案子始作俑者 不是他 是他的前任好龍斌市長 好龍斌市長當時不該把網路整個普及化 整個收費往下結結在 下降的時候 結果他 貿然決定去簽一個25年的長約 這是他不對的地方 但是後續每一年 編列預算來支付台志光 這個監視器的傳輸費用 這是你柯文哲市長你編列的啊 那你當時說他覺得台志光怪怪的 那你怎麼編那麼高的預算給他 這不是很奇怪嗎 怪怪的你覺得怪怪的 我跟您市中議員不但覺得怪怪的 而且我們有實際行動 我們來我們提出我們的看法 我們要求刪除哪些部分 我們要求刪除的從9000萬 不等到每年以後 像到前年我要求刪除1億1000萬 後來事後證明 我跟林市中議員的看法意見 剛好跟市警局 剛好跟市府委託的市西工程庫文公司 我們剛好不謀而言 我們的看法剛好一致嘛 而且我們三者的看法 我林市中議員跟市警局 跟最大的工程庫文公司 市西公司 我們三者的看法 後來這個案子被檢舉到監察院的時候 監察委員他們做的調查結果 剛好也跟我們不謀和 所以我們四個看法都一樣 我啦 我跟林市中議員這一方 市警局這一方 市西工程庫文公司這一方 跟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通通一致 那結果你 柯文哲市長看到以後 你還照樣編列預算 所以我我並不是現在就敢說 柯文哲就怎麼樣涉入 可是基本上你覺得怪怪的時候 你又是主題試者的時候 你大可以聽當初 我們市府委託的市西工程庫文公司 他們的結論啊 或者我們議會 我跟林市中議員在警政衛生委員會 我們努力的去達成我們的看法的這個意見 他應該接受嘛 所以這個是我不懂的地方就對了 我們幫同業問一下 因為大家都說現在國民黨 隨便都在講什麼 一直就假動 然後你們會擔心說 以後這樣可能會造成說賴政府 他的施政上會脫腳 因為什麼東西都在背負 或者說什麼東西 很實際上都會被擋下來這樣 對所以我才會呼籲我認為說我們執政黨 我們從賴準總統上任以後 我覺得我們要調整一些做法 三大原則 第一點我們是執政黨嘛 我們第一點當家不鬧事 主動挑釁是在野黨來挑釁 但是我們與執政黨 我們要擁榮大度 我們要有那個度量 接受他們的批評 第二點抓大放小 我們把我們國家未來這四年 我們要做的大政方針 比方說我們針對五缺的問題 我們針對國防的部件強化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抓大的這些 希望能夠謀取共識來通過 那所謂放小的部分就是說 對於各部會 甚至下面的各局處 他們哪一些有錯誤的 或者預算上哪一些的刪減的這個部分 就讓我們一百一十三位立法委員 不分黨派 大家一起來監督 抓大放小 第三點請聽民意嘛 因為我們民意隨時都會有變化 那民意最直接 因為所有政府的施政作為 最直接影響到的 就是我們每一位百姓的生活 所以要請聽民意 民意隨時都會變化之眾 好 謝謝 隨時都會在外送嗎 連其他在外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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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可是我那個 我辦公室同仁 我太太都會常用 都會常用 我聽到那個康文哲還說 就是他有那個 台字公安有彈書 是因為藝人有去找警察局 可以了解嗎 我不評論我們議會 其他同仁 因為選民選我 是來監督政府 監督官員 那其他議員 他每個議員 不分黨派 他們有他們的權利 那我知道在心裡 可是我不會去評論這個事 我相信這個司法機關會去調查清楚 但是任何當選者 過去的柯文哲市長 現在的蔣萬安市長 你可以好好看看我們當時 像我跟林思中議員 我們堅決 我們認為台字官不應該借視借端 每年來額詐我們那麼多傳輸費 那每年的金額我已經 那天我舉證過 這個差像前年差了一億一千萬 照這樣子是整個影響市府 那一年就一億一千萬 那一年算起後續還十八年 是不是影響了二十億 所以我跟林思中議員 我們適時反對就是這樣 才會弄到說都會吵架 那至於說 那其他哪幾位議員怎麼樣 我相信其實我們議會都有紀錄耶 那那些我就不好意思評論 那當時的警察局長 有兩位 一位現任的 一位前一任 前一任警察局長講得更清楚 他現在是警察大學校長 然後楊元明楊校長 其實他們都知之甚詳 其實問他們會更適合 那現任的張榮興局長 我只能講 這個這一屆的會議 大家可以去看 開議以後 那有部分議員跟他等於隔空竄正 那這個大家去看 他已經有稍微修正他的一些說指了 那一點我是蠻失望的 我是蠻失望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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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